因為我跟我兒子說 我 你媽媽還有你三個人 我們三個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我們的家 孫彭一美國舊子落淚 只想把家帶回來 機場門一開 我才安心 孫安卓去年3月在美國遭恐怖威脅罪逮捕後 孫彭和迪英輔美舊子 在去年12月成功反胎 彭哥回鄉起那段時光 忍不住落下男兒淚 不知道你國中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應該是 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個 那個事情 幹嘛問這個問題啊 很辛苦 因為 畢竟回家了 都會 都會聊 因為我們把它當成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事實嘛 也沒有什麼好避免 但是 其實聊到這一段 就是 心情會比較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時候 他 我問問他 我說我第一次看到你 爸爸媽媽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你在裡面 我在外面 隔著這個鐵盤 你什麼感覺 他先去講 完蛋了 他要怎麼跟我們交代 我室友跟他講 我說 離開美國 國境最後一個人一定是我 第一個一定是你 但是我希望是三個一起離開 我不跟他講 我在外面怎麼處理這個事 我只跟他講 你只要每一天 把自己過好 健健康康的 不要讓我擔心 那外面的事情都叫給爸爸出來 因為 我跟我兒子說 我 你媽媽還有你 三個人 我們三個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我們的家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案子會結束 大家比較辛苦 因為 對啦 我是跟他講 我說 出門在外 一切方便為主 而且我們不是在辦事情 處理事情 我就建議 建議他把爸爸剪 對 但是不用剪到平頭 我覺得 我那時候沒有什麼心思在處理 我自己的事情 我怎麼樣都沒有關係 我只要健康 把事情處理好 把整個家帶回來就好 其實我都有在看 我都有在看 台灣怎麼報 有很多跟事實有一些出入的 而且出入的相當離譜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不知道或是不懂的 就不要亂講 收視率固然重要 但是真相更重要 但是真相更重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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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